我們就先從浴網開始 那您可以從這邊 您可以直接找關鍵字也可以 或者在我們任務裡面 您從這個地方往下走 往下走大專語上的 有沒有,點開,有沒有看到浴網 從這邊點進去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用關鍵字找 或者直接進到這邊都OK 那麼進來之後 這邊點一下 按一下 這樣就進到浴網 您可以看到現在其實 我把畫面稍微縮小一點點 這樣 好 您可以看到包括什麼 包括有公務人員的 也有摩克斯 現在高中,高中時也有啊 我們有在推嘛 只是說相對來講 大學端的這個課程會比較多 那麼您在右手邊看到 像這個物聯網的 有一部分像這個就是有那個 那個叫做付費課程 好,那您往下走 你們看到很多 很多類別 那現在大家都是鼓勵 老師要怎麼樣 要錄字 因為你不錄字以後 少子化之下 你的學校知名度 就不在上面嘛 同學在找的時候就不會考慮到 發一些學校 所以現在大家其實都還是蠻認真的 即使老師意願沒有說非常高 但是還是那個 那首先第一個 還是建議大家先註冊一下 因為註冊的才可以選課 所以您從右上角這裡 好,您可以一樣可以選擇用 Google或Facebook 社群的方式 或者直接就 申請一個新帳號 好,這樣都可以 那這個應該老師都會 所以我就先不介紹太多 直接交給您,好不好 現在大家都已經註冊好 我們就來找看看有沒有 比較,老師比較喜歡 事實上各位 我們現在的大學制度是怎麼樣 有一個比較麻煩是 是不是都有分科系 可是我不知道老師以前在大學時期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情形 就我覺得 那個別的科系有一門課我還蠻喜歡的 但是你可以去扛聽嗎 大部分都不行對不對 不管就是說他可能要聽這個課 你要先修其他的 現在就是有些學校已經打破這個版本 大學嘛 什麼都學 找你有興趣的學 那你再來覺得說 我有興趣之後 我再來選科系 在針對那一部分去做比較專門的研究 所以其實摩克斯就有點這種味道 等於說你看到這些 可是比如說我對物理就有興趣啊 可是我不是物理系的 你還是可以修啊 對不對 你先來這裡聽看看 搞不好你聽的時候真的沒興趣啦 這樣至少可以就此打斷你那個 但是如果你越聽就有興趣 搞不好他就一種栽進去了 因為學習 要學得好有兩個條件 一個是要有興趣 第二個沒有興趣也要用 你常常用就跟我們開車一樣 對不對 你常常用就會比較熟嘛 所以這兩個可以讓我們對學東西會學得更好 覺得更好 如果真的是你是那個時間到來 時間到走的那個 這樣你就會覺得生活會比較無趣 因為你只是在做repeat嘛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我們找看看 欸中醫的養生智慧有沒有 是在大家很多上面的這些 你會發現課程名稱不會太死板 為什麼 太死板的話沒有人要修嘛 哈哈哈哈 他也需要 蛤 剛剛老師在問說要不要付費啊齁 他如果有付費了上面會跟你講 嘿 你沒有付錢放金啦不會讓你看到 哈哈哈哈 對 對對對 比如說您對這個有興趣 就可以直接報名學習 那 現在的課程 不會說只有看這個 就讓你 直接報名 你看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 簡介影片 一定要做一個 就是摩克斯他有一個需求 就是一定你要做一個簡介影片 讓人家稍微知道一下 然後呢 下面這邊 這個 這個 因為這個 中醫的嘛 他就會比較 哈哈哈哈 比較有味大味點齁 欸我們就跳一下 跳到後面 喔還好 還 有啦應該大部分都會有啦齁 這樣 了解吧 對不對 然後呢你往下走 他會有課程的目標啦 然後課程的內容 有沒有每一周的進度 這樣有沒有交代的比較清楚一點 有 因為其實像 像以我自己來講齁 我不知道各位老師以前在大學自己或研究所自己 你都怎麼選課 啊 系上的那個課表一拿來 不是先看名稱看老師嘛齁 然後不是還有一個要件要先聽學長節的 對 喔推薦公 喔這個比較營養 然後那個比較好過嗎 都沒有人說那個老師難過的你先上 沒有 對不對 所以說 欸我覺得其實我們現在大學生選課也是蠻那個齁 所以為什麼我在這邊 你看我的部落格 我都有課程介紹有沒有 因為我希望如果有機會 要同學是先看過 到底有沒有上什麼 所以你看一下我這邊齁 來點進來 我除了有標準式的 學校的大綱有沒有 但是呢我們在這裡 我上課 因為我們是軟體操作嘛 我們上課要做哪些範例 我都把它放在裡面 然後呢他如果覺得這樣還不滿意 他可以來看我以前怎麼上的 不只看今年的 還可以看以前的 他可以比較一下老師有沒有變老 這樣你了解意思吧 所以他點進去 比如說你要看今年的 這個學年的 上下學有不同班級 我都放在這邊 點進來 有沒有哪一堂上什麼內容 我都放在裡面 剛好這個沒有 我看一下 這個有嗎 有 有 這樣子點進去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 綠色 那個綠色幾根 這樣了解嗎 他就可以看一下老師上課方式嘛 順便提醒老師一下 有沒有發現視力沒有很好 請按這裡 雖然他已經告訴你是不是HD 不要相信他 請告訴他我就是HD 或者是這個更高 因為這樣你視力才會變好 有沒有覺得視力變好了 有沒有 有沒有比較 我放大全螢幕 老化太嚴重 你不覺得這樣給很清 比剛剛好對不對 所以不要懷疑你真的視力沒有那麼差 哈哈 我們在雲端硬碟也好 在那個 就是YouTuber都有一樣的情形 也就是他一開始先給各位的是 就是逼平寬的 因為要讓你先看到嘛 好那如果你覺得不夠的 你就記得一定要把它調高 這樣了解齁 所以我在學校我是用這種方式 我上了課我就會像這樣去做 這樣其實對 當然90%以上的同學是不會看的 但是我們知道針對他10% 我可以讓他知道的時候 我們是上什麼內容 那他也可以去比較 這個學習搞不好我這個選領我有上這個 下個選領我沒有算嗎 也有可能 因為不同的班級不同進度 我還是要稍微調整一下 OK 那一樣的 你如果覺得可以了 你就按報名學習 然後他就問你囉 有沒有 確定一下 那這個課程5月份就開始了嘛 有的課程是 一開始之後你就不能報名 看每個老師的設定 那有的是像這種 還可以中途擦班的 反正你可以自己補課嘛 對吧 有興趣就不怕 怕你沒興趣而已 報名學習 這時候你就可以進去裡面 阿如果那個該教作業的 你不補教那就算了嘛 最後 哈哈哈哈 哈哈 好有沒有 我現在已經報名完了 是不是可以進入課程 當然你也可以從哪裡 因為我已經登錄了 所以我可以從這邊 有一個叫做個人資訊裡面 這裡有你所有的課程 好 所以你報名的課程 你看我從這邊 有沒有一個我的課程 對 點進去 這樣是不是 有沒有發現我有選秀很多課 因為我要稍微進去看一下人家 到底上什麼嘛 雖然我沒有那麼認真上 有一兩堂我很認真阿 但是 蛤 但是大部分我都沒有那麼認真 好你看點進來之後 有沒有課程的公告 對不對 這還好 課程的地圖 哪一堂課上什麼 第幾週四 有沒有都跟我們一般的一樣 那我要問一下各位囉 請問 一定要開18週嗎 大學端是18週 但是國中小 高中我 我不知道幾週 48 一樣吧 國中小是好像21週 欸 或不一樣 但是一定要開18週嗎 不用看老師 搞不好他覺得這個 我大概六七堂 欸就差不多 還有一個 請問一定要是 九月開學 或二月開學嗎 沒有人家五月開學的 有沒有 所以不要 再受限於這個時候 我們一般的學制 他隨時有可能開課 也有可能就是結束 這樣了解 那 您看到這個之後呢 可以點進去 也可以怎麼樣 看他的影音教材 你看我這邊直接打開 有沒有影音 像我們剛剛講的 對不對 一個一個一個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 他就會有一些討論 又有學長 測驗有看到的 那你應該知道嘛 有沒有來 有沒有來上課是一回事啊 有沒有測驗通過也是另外一回事啊 老師不會把你交到他辦公室罰站 好嗎 哈哈 初學情 不是那個重點 其實說真的啊 我們現在 出社會之後 其實那個成績 就不是那麼重要 重要的 其實還是說自己有沒有學到東西 那才是最重要的 那 您看我把它點進去 好 你看起來好像是Noodle 但是實際上他也是YouTube的影片 很多老師是放在 有沒有看到YouTube上 只是他的YouTube上 他是設成什麼 是設成不公開的 大部分啦 大部分老師應該是設成不公開 所以你用搜尋的不會看到他 好搜尋不會看到他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很多老師不太想錄這個了吧 哈哈哈哈 因為要給很費工的啊 然後還要注意那個 版權的問題啊 素材的內容啊 這樣了解齁 所以就就看你啦 其實可以跟我們一般上課雷同 但是 為了要讓大家更有 就是 更有那個 參與感 所以他通常還是要做一些改變 這樣子 不會說完全跟我們一般上課一樣 這樣 有沒有覺得比較 比較 不一樣一點的 好 那你看 這邊也有討論區 對不對 還有問卷啊 當然他最後 課程結束會打成績啦 會打 今天現在還沒有嘛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應該 這個課應該就上完了嘛 因為我只開了門之後 你就上不完啦 哈哈哈哈 我們才看了浴網而已喔 你想看看你還有其他兩個喔 而且不要忘記了 我們還沒有跨出海峽 對岸喔 還沒有到海外喔 你到海外更多 所以 知道為什麼說 哈哈哈哈 因為你光免費的你就上不完 當然某些課程如果你是付費的 如果你覺得這個很好 當然是可以付費 還是可以付費的 可以鼓勵嘛 對不對 好吧 那就給老師先稍微看一下 你如果說浴網看完了 你也可以稍微再看看 我們剛剛講到的其他的 有沒有 台灣live啦 share course啦 share course應該是 我之前看到 國內最早 開始有那個 付費課程的 摩克斯 像這個 這個我有報名 哈哈哈哈 我有報名 這在東海上課的 但是他不是付費的 這樣這裡面 有沒有有的都課程進行中 那麼不管是浴網 或者是其他的 您稍微看一下 如果你要找課程啊 有些會覺得不好找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稍微做一下篩選 有沒有即將開課的 或開課中的 這樣你比較好找 因為有些如果你這樣進去 沒有過篩選條件的話 就全部通通都出來 或熱門課程 因為像有些熱門課程 他會怎麼樣 他會重開 就是這一期辦得不錯 他就下一期 比如春季班 所以你常會看到 有這種 我找一個 好來 像這個有沒有 春季班 因為現在行動數據 是比較熱門吧 可能他之前就有 冬季班 或夏季班 這樣子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 您可以先透過這個方式 筛選的 即將開課的 這樣你就不會說 我怎麼老是跟在人家後面 都沒有 你可以看到 一個是 這個是 2018年的 還很久 他已經先預約了 然後 這個開課日期 還未定的 這樣是不是就不會找到 過期了 OK 那就交給各位囉